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我是佩文 近兩個月 中國至少有7名的演藝界名人接連病亡 包括上海平彈團一級演員余洪先 上海懷劇團一級演員何湘霖 中國國家話劇院一級演員朱昌文 原福建電影製片組副廠長達琦 影視紀錄片專家司徒邵敦等人 他們的共同處就是曾經創作 或是參演過中共紅色電影、電視劇和戲劇 呂奧華裔電影表演藝術家達琦 於2023年9月28日 在民意本因心肺衰竭去世 達琦是出生於1934年3月18日 曾任中國鐵路民工團的前身 哈爾濱鐵路民工團專業畫劇演員 長春電影製片廠專業電影演員 福建電影製片廠副廠長 中國電影《家協會理事》 達琦曾經在多部的中共紅色電影中 自演角色 包括英雄兒女《車輪滾滾》 《魚島路潮》 吉洪昌等1979年 達琦主演的故事片《吉洪昌》作為 中共見證30週年的獻禮片 在全國上映 並在第三屆大眾電影《百花獎》中 被中共評為所謂的最佳故事片之一 1990年達琦在古裝劇風神榜中 置演《就黃一角》 1990年以後達琦定居澳洲 一直活躍於澳中影視界 和文化藝術交流領域 作曲家中國音樂學院作曲系 任系主任博士生導師施曼春 因病醫治無效於2023年9月21日 在北京去世 施曼春1936年出生 1955年考入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 1961年畢業並留校任教 1973年調至中央樂團 創作組1984年調至中國音樂學院作曲系 任系主任 施曼春創作了大量的紅歌 包括時時在中共節聽時份奏響的 節日序曲和芭蕾舞劇《紅色娘子君》第三場 電影《開國大典》《青松嶺》的配樂 2013年 節日序曲舞劇《紅色娘子君》 影片《青松嶺》主題曲 《原著社會主義》《大道奔前方》等 被評定為中共所謂的國家級音樂作品典藏 中共黨員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員 農工黨上海市委員副主委 平彈演員上海平彈團一級演員 技術指導余鴻先因病於2023年8月19日 在上海華山醫院去世 余鴻先1939年出生 曾任中共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第八屆、第九屆、第十屆上海市政協委員 常委中國曲藝術家協會副主席、上海市曲藝家協會副主席 得到中共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余鴻先演唱的《平彈》包括 《黨的女兒》、《戰地之花》、《紅梅讚》等紅色作品 並首帳毛澤東詩詞、《蝶戀花》、《搭李淑一》 中共高層周恩來、劉少奇、陳雲等人 都曾經聽過余鴻先演唱的《蝶戀花》、《搭李淑一》 中國民主同盟盟員、 淮劇演員、上海淮劇團國家一級演員何湘霖 因病醫治無效於2023年8月18日 在上海院大心胸醫院去世 何湘霖1945年6月出生 父親何喬天是懷劇何派老生、藝術始創人 何湘霖曾任中國戲劇家、協會理事、 上海戲曲、導演聯儀會副秘書長等職 曾經在中共紅色懷劇作品《招遇錄中》自演《招遇錄》 《煉梅渣中》自演《李凱舟》等 2023年8月5日晚中國鐵路民工團說唱團團長 河北省曲藝家協會副主席劉濟透露 上升名家曲藝作家嚴月明去世 嚴月明出生天津曲藝世家父親是知名的 西河大鼓藝人嚴玉春 嚴月明曾經是先後在中共軍隊民工隊 瀋陽軍區前進歌舞團曲藝隊表演上升和評書 1990年嚴月明被調到中共中央電視財《拆劃組》 開闢了《鍾麗大官》、《歡聚一堂》 及粉飾所謂新農村生活的《鄉村大世界》等節目 嚴月明曾經多次登上中共央視的春晚舞會參加群口上升 中共黨員中國國家畫劇院國家一級演員、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 尼優幹部朱昌文因病醫治無效於2023年8月4日 在北京的清華長庚醫院去世 朱昌文1929年3月出生、1945年參加白路軍 曾經在企路邊區民工團、平原省民工團擔任演員隊長 1953年至1954年在華北畫劇團任演員、1954年調入中國青年藝術劇院任演員、副隊長 朱昌文曾經自演中共紅色戲劇、白毛女中的大春 赤竹瓶中的毛澤東、山泉中的欣達斯、張詩德中的張詩德、 劉湖蘭中的黃年長、李雙雙中的孫喜旺、石油海歌中的鑽井隊副隊長 曾獲中國戲劇家協會從事中國話劇事業50周年榮譽獎章 中央軍委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章等 中共黨員影視紀錄片專家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 原主任司徒邵敦因病於2023年8月31日在北京去世 司徒邵敦1938年11月出生 曾經創作過《公社的牌子》《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等紅色作品 被稱為中國紀錄片之父 司徒邵敦曾經聲稱 司徒邵敦是中國電影界前輩司徒惠敏的長子 司徒惠敏曾經擔任中共文化部副部長、文化部技術委員會主任 和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 2022年的十月份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國新一輪爆發以來 中共的黨員以及為中共站台的各領域的專家、學者、名人、密責病亡 其中包括大批的文藝界名人 2023年的8月27日《大紀元》網站發表特別報導 中國疫情又起法輪功始創人針對共產黨 法輪功始創人李洪志大師再次指出 新冠病毒疫情主要是針對共產黨 以及那些盲從中共維護中共為中共賣命的人 目前死了很多人 包括很多年輕人 法輪功始創人李洪志大師也明示了 世仁如我在這場瘟疫中吹吉避兇 人應該向神真心的懺悔 自己那類不好 希望給機會改過 這才是辦法 這才是靈丹妙弱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東方號綜合報導 本次的《紳士閣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贊本節目 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再次去將忍者的評論 請記得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